法文是世界上第三大使用语言 教育部为了落实第二外语 研发四学分的高中初阶班教学大纲 力推法语课程 但外界担心如果未来列为必修课程 可能会增加学生的压力 而国内师资是否充足也是一大考验 地球村时代外语能力越显重要 台湾英语教育从小学就列入正式课程 而法语是世界上第三大使用语言 为了落实第二外语素养导向课程 教育部国教署也开始推动高中法语教学 但对此有学生担心高中课业压力重 若因此让考试科目在加一恐怕会迟不消 选修还是必修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学测基本上来讲都是考的是英文 所以基本来讲的话 当然学生会把很多的时间着力在于英文上面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学习法语的 看看教育部发布的新闻稿指出 课程在初步规划阶段 今年已研发四学分的高中初接班教学大纲 扣合108课纲的核心素养精神 至于这个课程是选修还是必修 则依照学校课程安排而定人在演绎中 不过课程上录之前 发语师资是否充足 台湾的这个老师们他们的发音是不是标准 不要学习到最后老师发音不标准 而影响到学生未来的发音的状况 这也是必须要去考量的地步 老师他也会寻求外部一些资源 所以他会跟法国再来协会合作 国教署挂保证为了提升高中发语师资 会与发语教师协会合作 判理发语老师真能工作方 更会和相关登位签署合约 确保台籍发语教师的鉴定文凭 保证教学品质 面对新课程准备上路教盘判配套措施 也要做足 免得让学生校方无所适从 金融资源成见国台北报导